11月5號 OK那我稍微 複習一下那個軸方面的 硬力分析 因為這個其實 是會用到的 所以軸 軸向的這個 硬力分析 那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是 在這個線性方向 線性方向上 那我們已經會很多公式了 所以我想要拿來做比對 所以我把線性的寫在右邊好了 線性方向的這個 應力分析 那複習幾個我們之前推的公式就是 這個 應力等於外力除以面積啊 那應變就是生長量除以原始長度啊 所以推出來 生長量就是 外力乘上原始長 除以陽式系數 再 還有一條 還有一條就是那個 就是 應力等於陽式系數乘上應變嘛 所以就可以推出把這 左邊兩個帶到第三個 就得到 生長量就是 外力乘上 生長量 除以陽式系數乘以面積 之前這個彈性力學都有的一些公式 然後我們在這個 彈性力學的時候 其實我這邊不應該這樣敘述 不是線性方向 這是彈性力學 所以應該寫這叫做彈性力學 然後 那個等一下那個 就是 簡力方向的這個力學也是彈性力學 那 所以我右手邊這邊是稍微再 回 這個回復一下 然後之前就講說 如果是bending的時候 那會有一些公式 一個是說 我的應變會是 ε 除上旋轉半徑 又等於 那個 這個關係剛有了 就是 有這個關係嘛 然後 所以又可以推出 硬力就是 陽式系數除以旋轉半徑乘上ε 也會等於 moment除以I乘上ε 這樣子 那 那 當時有這些公式 那其中呢 I的話 是那個 面積矩 所以I是 積分 然後ε 平方 dA 這是面積矩 那ε是誰 就是 如果我那個 bending 現在是被bending 然後這個是中性軸的話 我現在 我現在 想要分析的某一個高度 這個就叫 Obs 然後旋轉半徑的話 就是 如果我的bending長這樣 那這個就是 R 就旋轉半徑 OK 然後 比方說我的 我是這樣子 這是 等於說我外力 moment 長這樣 好那其他都是一些 這個 材料性質 陽式系數 那 這個是bending 所以其實我直接 左邊這邊 我也不要講說 是什麼軸向 我是說它是twisting 好了 其實就 另外一個就是twisting 就是它是 這個 繞著旋轉中心 在這個減力 減力方向的 應該是這樣講 剛剛這個 這個是正 正向力的方向沒錯 彈性力學 但是我有一個減力方向 減力方向的 他也是彈性力學 那 寫在左邊 就是要跟 右邊做比對 那我們在減 減力的這個觀念裡面 就是有 這個 減應力 會等於減力魔術 乘上減 減應變 所以這個是這個 這個 sheer stress 然後這個是 叫做 那個 sheer modulus modulus 然後這個就是 sheer strength sheer strength 減應力 減應變 還有減力魔術 那 這個是在減力方向上的彈性力學 那他跟 twisting 就 很有關係了 因為那個 我們如果在做這個像 扭毛巾那種扭力 都是減力 所以 所以 這裡就會有個對應的 我們要探討twisting 所以 其實就是 都是彈性力學 然後 之前都會 這個是正向力方向 這是減力方向 然後 我們 在 正向力方向 我們探討 bending 然後在 這個減力方向 我們就探討twisting 那twisting的話 畫個圖好了 就是說 大概長這樣 好像不需要裡面那個 這樣子 然後這個譬如說是中心好了 然後如果我在這裡我畫一條線 那 把它 拉下來 這是底部的中心 然後這裡也畫一條線 所以這裡就 你把它想像這裡有一片 就這個圓柱體啊 然後像 我切蛋糕那裡 切一片 有個斷面 然後這個斷面呢 這個圓柱呢 它受到了一個 這個扭力 這個talk 這個是 Ttalk 這個 扭轉的力矩 扭轉的力矩 去扭轉它 然後比方說這個 這個 圓柱原始長度是L 然後被扭轉以後 我換個顏色 你就想像 那個面的正上方啊 是手抓住沒有動的 然後下方用TALK 用T的扭轉 的力矩去扭轉它 所以上方的這個 這個點是位置不變 然後但是下方的這個點呢 被扭轉到下一個位置 被這樣扭過來了 好那被扭過來以後 裡面這個虛線就 就 變成說我產生一個角度上的變化 那這個角度我叫做Phi OK 對不對 我就這樣被扭轉了 然後呢 如果在這個座標系上 我看這個地方啊 這裡叫Gamma 這裡有一個角度叫Gamma 好 然後呢 我們這一個座標系呢 這個是R座標系 R座標系 那在某一個特定的位置 比方說這個位置 比如說這裡的半徑叫做R1 就是我想要看R1這個半徑下 在那個位置 它有多少的簡力 所以這邊呢 就有一些關機式啊 我們先看齁 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弧場 這個弧場啊 如果你用 喔不是很清楚齁 有點被切掉 往右邊移一點 OK 啊 為什麼 再一次 欸 好可以了 那這個弧場齁 你用這個三角形來看 這三角形 那你就是用半徑乘上角度就會是弧場嘛 那這幾乎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用L乘上Gamma就會是這一段的弧場 所以大概就是等於L乘上Gamma 然後也大概會等於啊 從下面這一個 像三角形的 它是那個那個 這個就是 圓的一部分嘛 那這一個弧呢 也可以用它的半徑乘上角度 所以利用這樣子底部的這一個 三角形的部分 去計算的話 這個弧場 就是用半徑乘上5 所以它也會等於 這個半徑叫做R1 乘上5 好 那從這邊呢 我們知道啊 這個TALK會在 這個受力的面上啊 產生減力 所以我剛剛上面減力的硬力公式 是可以用的 那我把這個弧場的分析呢 帶入上面的減力公式的話 那我上面的減力公式就會變成 這是我的減硬力 就會等於G 乘上Gamma 那在這邊呢 它已經告訴你了 它就是R1乘上5 除以L 就變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推出一個 一個關係叫做 減硬力除以R1 會等於G 5除以L 就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啊 你看一下 為什麼這個Gamma 就是那個減硬變 就是 減硬變啊 其實就是材料被扭轉的角度 如果你記得的話 就是你回去看你的那個 這個 這個材料力學的分析 你的材料通常畫那個正方形嘛 它就會又吃一個那個減力讓它變成好像菱形 扭轉 然後那個扭轉的那個角度 就是它的應變 其實它那個角度就是應變 好 那我現在就是這裡 這個是Gamma 我要帶到那個減力的式子裡面以後 就得到這樣的關係 然後又把R1放到等式的左邊 結果這個時候你仔細看這個等式右邊喔 G是減力魔術 就是當我材料固定了 減力魔術就固定了 然後L是材料長度 所以我今天選好一個材料 那個材料一固定就固定了 那再來 Fy呢 就是當我的TALK定下來 它會被扭幾度就是固定的 不會再改變 所以右手邊這三個數字乘在一起 就是這個材料這個長度 還有這樣的TALK 算出來 這右手邊的這個值是不會變的 那 左手邊就告訴我們 你的 叫做 簡應力呢 跟你的分析位置的半徑 就成線性關係 就是 只要我分析的位置 就是所謂的R1 越小 那我的那個地方的減應力就越小 那我這個分析位置的R1 越大 就是半徑越大 那我那個位置的減力就越大 所以這個就呼應到了 我們在 Bending 的時候也有一個線性關係 就是 硬力跟我的分析位置 是線性關係 它的 這個倍數啊 是一個常數 當時呢我們 這個倍數啊 如果用這樣這個公式的話 那時候是用 陽式係數除上旋轉半徑 當時的意思是說 這個材料 這樣的 形狀 用這樣的 moment去摺彎以後 它就會停在某一個位置 不會變 然後當時呢 那個旋轉半徑也就不會變 所以那個陽式係數出於 這樣子受力下 條件下的這個彎曲呢 這個系數是不變的 所以在這樣的受力條件下 我的分析位置 離中性走越遠 那個地方的 硬力就越大 那同樣道理在 這個 twisting這個方向上 它也有這樣的線性關係 所以 這是一個 線性關係 那在這邊呢 我就特別幫你把它 框起來 這個式子啊 就跟這個式子是相呼應的 相呼應的 所以你未來要比較的話 我們的 bending跟twisting都是線性的 力學關係 就是 我的硬力跟我的分析的位置啊 是呈現性的 然後它的系數啊 是跟 我的材料性質有關 材料幾何有關 還有受力條件有關 那這邊你看 這裡是 g 是 魔術嘛 簡力魔術嘛 這是材料性質嘛 l 是原始長度嘛 跟幾何有關嘛 這個phi 就是 這個受力條件下 它的這個扭轉的角度 就是 那個程度嘛 所以在特定的 受力條件下 它的 扭轉的角度 就是特定值嘛 所以 右手邊的這個倍數 就代表了 這些事情 材料 材料的選用 材料 這個 原件的幾何 還有 受力的條件 在這些條件下 那我的 只要是線性力學 我們 我們如果討論 簡力魔術這件事情 都在 彈性力學的範圖 人說 材料沒有相比 你如果今天 討論陽世系數拿來用的時候 你就是 假 下一個假設 這就是彈性力學嘛 因為只有在彈性力學 會探討 陽世魔術 或是簡力魔術 所以你看到這個區 就是 彈性力學 然後在這個 彈性力學下 我的簡力 簡應力 跟我的分析半徑 是 呈現性關係 好 那再來 呃 利用 所謂的 力舉平衡 他也可以推出 呃 後面幾個柿子 那 我這邊稍微推一下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用力舉平衡 我換個顏色好了 因為這邊有點擠 所以這個 全部的 全部的 討論 就是說我外面 產生的這個 力舉 應該要跟我 這個材料內部 去抵抗 這些 呃 力舉 的這個 算是 抵抗的力舉 要平衡 所以他才會 停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我就要把 內部 這樣子 他變形的 這個 負載 產生的 力舉 總力舉 就應該要等於 外部施加的總力舉 好 外部施加總力舉 T 那內部的力舉是多少呢 我們用積分來做 那怎麼積呢 呃 他的概念上就是 呃 我要用 嗯 呃 就是 呃 半徑0 然後 激到 半徑 半徑R還是半徑R1 我看一下 半徑R 因為R1 是某一個特定的位置 那 這一個特定的位置下 我看一下是半徑R1 還是R1 應該叫做R1 因為我這邊的單位 我的那個 值叫做R1 OK 就 我在 Bending的時候 我的那個 分析位置 分析 位置的變量 我叫做 Apsilon 那在 我在那個 Twisting的分析下 R1就是我的 分析位置的變量 分析位置的變量 所以這兩邊是相互 左右兩邊有相互對應 那 在這邊的話 我要用這個R1呢 乘上 DA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再乘上 就是他的 那個 簡歷 嗯 如果你用這個 我們 我現在看我現在的DA是什麼 DA應該是這個 小小的寬度 我看一下他的DA是哪邊 DA應該是 喔 我知道 我這個微積分 齁 應該要這樣畫 因為我要積分嘛 那 那我 我的那個 上市圖 上市圖來看好不好 就 這個地方 半徑叫做 R1 然後 這個 上市圖的這個面積 就叫做DA A 那 我如果用 這個整個面積上 他會有 簡歷 那 比方說我簡歷畫這個方向 我的簡歷不是都是 這個 順著這個 切線的 切線方向 那 這些簡歷啊 簡歷大小是 桃嘛 簡歷大小是桃 那如果你把 硬力乘上面積的話 就會變成力 對不對 因為壓力 壓力等於力除以面積嘛 所以壓力乘上面積就會變成力的單位 牛頓的單位 所以我這個 減應力是壓力啊 壓力乘上這個面積的話 就會等於力 所以我在那個面上就是 上市圖嘛 有這個扭轉的 硬力嘛 所以這一整圈的硬力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硬力 跟半徑是成正比 所以在那個 在這一個圓周上 每一個地方的 減力都是一樣大的 減應力是一樣大 所以在那一圈上 減應力跟我的半徑成正比 所以那一圈上就有 淘這麼大的 那個減應力 那我就假設那個 它的受力的範圍 有一個很微小的 就是 就是好像一個很細的 這個圓周 然後那個很細的圓周的面積 叫DA的話 那我就把那一圈上的 減應力呢 乘上那個面積 那就會是那一圈上的總 力量 減力 減力量 力的單位 那那個力的單位呢 如果在乘上半徑的話 就變力矩 沒錯吧 所以 我這邊其實就很單純 我的 力矩是R1 對不起 寫錯 力矩是R1 然後要乘上 那個位置上的減應力乘上面積 然後 這個就會是 這個 這一個半 圓周上 所產生的 叫做 力矩 然後 那這整個圓柱 它從 半徑到0 一直到 假設半徑為R的地方 全部加起來 就會是總力矩 那這個總力矩呢 要等於 外力產生的力矩 這個數量極要一樣大 所以這積分是這樣來的 那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又可以把 那個 做個變化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這個公式 我可以把它 上下 就是 那個 項裡面 上下都除以 R1 而不是上下除以R1 就是 韜的分母除以R1 然後那個分子的地方 會乘上R1 就變成R1平方 我們故意做這件事情 然後故意做這件事會怎麼樣呢 這個式子就變成 就是 0 除以R1 可以拉到積分符號外面 然後剩下0 到R R1平DA 然後這個東西啊 就是所謂的J 這樣子 然後J是什麼呢 J啊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畫個分隔倒有點有點亂 然後J是什麼 J啊 就是他 我把它圖實心的 J就是他 那他相呼應的公式就是Bending的I 其實就是面積局啊 就是面積局 就是面積局 同一個公式 只是說 那個 一個是Bending方向的 一個是Twisting方向的 所以 通常這個 Twisting的這個J要怎麼算 它是IX加上IY 如果你去看那個 就是面積局 課本後面通常會有一個查表 譬如說正方琴 它如果你 這個軸叫做X軸 它 繞著X軸旋轉 有一個X軸方向 Bending方向的面積局 然後它有一個Y嘛 Y方向有這樣子方向Bending的面積局 就IY 那J的話就是Z方向 Twist方向 那J通常是怎麼算 J是IX加IY 所以這個是在 那個面積局的時候學到 這個就備註一下 這個就幫助你複習這樣子 好那 為什麼我剛剛算到這裡的時候 我分母除以R1分子也乘以R1 結果這一項被我拉到積分符號外面 因為剛剛已經證明 頭除以R1是常數 所以任何常數在積分裡面 就可以拉到積分符號外面 所以當你把這一項 刻意的去除的時候 這一項其實是常數 那它就跟積分無關 它就拉到外面 剩下的這一團 又剛好是面積局公式 所以就看那個幾何的 J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公式就變這樣 所以這邊重點來了 就是 T等於 Tau J3R1 然後呼應的公式在這邊的話 就是 我們這邊可以再整理一下 整理出一個相呼應的公式 有點擠啊 不好意思 所以這最後推出來應該要用 T等於 J再分母 然後T再分子 然後乘以R1 這個才是最終版 那這個最終版的公式 在右手邊呼應的是誰 同樣的 就是這個公式 所以說 這邊這個公式是呼應 左手邊這一個 那這個公式是呼應這一個 你看到這邊是 正向應力 會等於 你外部給予的 Bending的力矩 Bending moment 除上面積矩 乘上你分析的位置 那這邊呢 這是減應力 等於 你外部給予的 twisting moment 除上twisting方向的面積矩 乘上分析位置 所以公式完全長一模一樣 完全一樣 所以這邊就 一頁 把Bending跟twisting 都介紹 介紹完 然後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最需要的公式 就是這一條跟這一條 所以 這個會提供給各位 那我就直接 到下一頁 看到一頁 這是 第二頁 對 那 二頁